外婆住就出了危险期了 我媳妇也不哭了 这绝对比我种残料还要开心 你最开心的不是怀山胎吗 在这里奉劝大家一句 千万不要随便吃止痛药 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 一定要注意 外婆因为这个事遭老罪的 外婆呀 我回家把你那些药请给整的 你太不开心了 其实我还要说的是 外婆这一次住院的话 跟我有很大的关心 你真的有啥关心啊 因为这几年一直是我在照顾吧 所以他一直有吃那个激素类的药 一直是我去医院给他盖的 但是我真没想到 这个药的副作用那么大 是能治愈的知道吧 前两天的话 就他那个血就直接止不住的内容 真的我第一次体验过 就是天堂的那种感觉 他这个危险期的话还没怎么过 因为之前怀疑是那个不好的病吗 一直做的那个增强CT 还有那个就是肠胃镜吧 真的没检查一个 我都怕他挺不过来 但是好的结果就是 胃里边有溃疡 然后那个肠子里边有溃疡 就是吃那个药兵器的 我记得这两天一直都是这个状态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 因为我们现在还要预防外婆出血的情况嘛 前两天外婆的出血情况 真的是太吓人的 昨天在给外婆做检查的时候 我记得整个人都是发抖的状态 两天一夜没睡觉 一直在查外婆这种情况 到底该怎么办 那个眼睛就更不用说了 不过好在现在血已经止住了 但是只能保守治疗 毕竟现在外婆85岁了嘛 肯定做不了什么开服手术 到现在这个止血药还在上去 还有这个修复肠力膜的药物 受那么多醉 终于睡了 虽然我奶现在住的还是危险病房 但是医生说了 他可以吃一点牛食 米粥呀炖蛋之类的 让我小姨给他看一下 然后我回去给他整一遍 先让我往前把药吃了再睡 最长发的 我做了 我更能的 你逮着我这 醒不得是不是 你们不要看我现在就 我跟我小姨在这里 其实前天的时候 我舅舅舅妈 大姨他们都来了 就我外婆今天状态好一点嘛 然后我就让他们回去忙了 但是的话就 有些人他没来了 那这么来不是忙吗 那你见过就是谁家 就是老母亲生病的 就是女儿在外面忙着 还不回来的 这都什么情况了 前天差一点都撑不过来好不好 还在喂你呢 回来需要时间 你还在想着他俩 他一起没疼吗 陪你起跑大大闪点鼓 回来了 哎 想完了 丢了 你动去弄 啊 哈哈哈哈 终于看见 还在这里 啊 我已经有两三年 没看见我朋友 我都想死了 抱一抱 我不跟他帮了 哎呀妈呀妈呀 我再帮你抱抱来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要让我妈跟我媳妇俩分开 还是有好处的 她们俩还是外婆 住院当天啊 在医院见的面 主要她们俩在一起啊 闲话太多了 太吵了 像朵朵睡呢 照样睡 最开心的还是我们俩比牛 终于见到妈妈了 这两天没回来 然后我婆婆一回来 就问小花解答的事情 砸了 假的吗 嗯 哈哈哈哈 哎你好像很开心哦 啊 你为什么 老妈你有点太过分了哈 我是不是你亲身的 啊那砸的你这么开心 是我亲身的 你看 杠杠的 哈哈哈哈 因为这两天正好在 因为照顾外婆嘛 我婆婆就说了 正好把她给嘎了 然后呢 我我 是砸了 不是嘎了 嘎了 我不是就没了吗 把你嘎了 你打好 你好 别笑 别笑 哈哈哈哈哈哈 我媳妇这两天在医院呢 我妈除了每天打电话 关心她和外婆呀 就是关心我炸没炸的问题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说了 咱们先去给外婆做饭吧 啥个 洗饭 这两个背影好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刚才来的时候 我外婆说了 她说想喝点稀饭 然后我问医生了 她说可以的 咱们就不给她煮面条了 你想说 哈哈 哈哈 我也想这样 媳妇 媳妇 你的锅 看见没 烧干了 就是这个稀棒面 放在水里搅吧 水开直接倒进去 就OK了 你要喜欢吃的足够啊 那就让你累死了 说实话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婆婆 哈哈哈哈 要转熟啊 我告诉你 其实这两天 我媳妇的情愿 一直不怎么稳定 真的是在医院 哭了好几天呢 但是只要一回家 看见我妈 那心情里马就不一样了 我妈也是我媳妇的开心果 比这孩子还照我媳妇喜欢呢 这孩子又安又回头了 因为我们家肥牛 明天不是新晴天吗 我就想着 今晚给她带过去住一晚 这孩子好久没有让我搂着了 我来来 妈给我打开 人家好流 哈哈哈哈 学来今天我眼睛过得了 给小妈学一学 姐你走起来看看 行呗 去看你的了 哦 行 爸爸我走了 喽喽 我一样吗 我不可能了 他生上瓜水我不能 哈哈哈哈 有有有有有 走了 太太你疼不疼了 疼乖啊 奶奶吃吃药有你 她讲话我奶奶听不对 因为她说普通话 哈哈哈 这孩子把作业带来了 来 今晚得住着 医生说了 这个稀饭你可以给她泡点馒头 让她吃一下 都是软的吗 对 把她那个就是消化到就是 顶一下 小姨熬夜都熬风了 累不 不累 哈哈哈 要不要房间烫啊 不是吧 好 我奶奶今天的精神 明显比昨天好多了 这前两天就是一直出血嘛 嗯 没精神呢 不是这样你知道吧 老吓人了 我今天还不知道什么样子 哈哈 还没捆走的 哈哈 不累了 你得好好的活着 有还没吃 我饮啊 有还没吃 没吃 都那有吃 我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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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小时候不是你带的吗 应该的 哦 我饮了 你饮了 我饮了 我饮了 你饮了 我饮了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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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信一遣 现在懂事了这孩子 外婆今天的精神状态明显比前两天要好得多了 这多归的小姨舅妈和我媳妇的照顾 今天晚上我来首宴 让他们来好好休息休息 今天突然下起大雨 冲刷感情这些年所有委屈 他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